媽媽信約已經二十多年 雖然我對她們的教義和很多東西 我都覺得是匪夷所思 但我一直都容忍 但最近媽媽的健康狀況出現了一些問題 所以我自己也很難再容忍下去 陳先生說的這個會來自日本 70年代已經傳入香港 這個會最矚目的事件 就是15年前西貢發生的嚴重車禍 當時一群信眾坐旅遊車去西貢總壇 途中旅遊車翻側 造成43人傷, 19人死的慘劇 本來來說, 他們回去的話 應該是得到神的庇佑 但整個場裡最終的結果就是 為何突然有這麼多人會突然離開 所以有部分的會眾都會失去信心 但當時負責人當然也有另一種解釋 就是那群離開了我們那群信徒 可能他們來的時候 沒有把神光帶在身上 我覺得很荒謬 你回去總壇, 需要帶神光在身上 解釋是很難令人接受的 不過他媽媽就深信不疑 其實媽媽是何時開始入這個會的? 我媽媽現在八十多歲 大概她是六十歲左右 主要都是經親戚介紹 他說入會很嚴格 批准之後要買法寶旁身 這個叫神光 裡面寫了你的名字和入送日期 除了洗澡之外, 你就一定要帶著 因為等於一個護身符一樣 除了, 一定要將它放入這個木盒 這只是能夠擁有者自己去碰 不能讓其他人碰到 不能跌落地, 不能弄髒 如果你弄髒了它 跌到或被人看到的話 好像犯了罪獻生而言 你就要封一個叫謝罪獻金 好像要罰錢? 是, 如果盒子打在裡面 你不能夠被人看到 看到的話, 當然要謝罪 這要什麼錢? 二十多年前的話 好像一次過要付六千… 我想六、七千元左右 神光要有袋子保護 更換要付獻金 髒了要付謝罪獻金 否則它說不會得到保佑 入了會, 最重要是精靈 只要佩戴代表神的神光 強烈光波就會放射 說和無線廣播電波相似 信人有一個能力可以幫助其他人 不論你是信徒與否 做法就是用手指按在你的頭上 對, 靈胸是不需要碰到的 幫人做精靈的, 躺在眼睛 瘦的, 躺在頭上躺在眼睛 我想大概兩至三分鐘左右 然後就會完結了儀式 主要這件事就是 令我幫人做精靈的身體也好 接受精靈的身體也好 沒有病, 沒有痛 她媽媽因為信精靈可以治病 不用吃藥, 差點弄得出事 最接受不了, 不用看醫生 不用吃藥, 藥物其實是有很多毒素 只要來參加我們的靜靈 或者是賤金 你就會得到這個醫治 在這方面對我來說 我覺得真的挺匪夷所思 有一次發現媽媽有種 泡血的情況 會的人去談這件事 得到的答案就是 你不是去看醫生 這件事叫做淨化 淨化就是把你身體裡 不要排出來 那是神在幫助你 又要給一個叫做感謝獻金 就是感謝神 直到有一次 我相信她的病床 連她自己也害怕的 就是每天都有 而且也頗多 我看到的情況, 我更加害怕 當然最終一定要看醫生 經診斷, 幸好不是腸癌, 而是痔瘡 手術之後已經痊癒 除此之外, 她媽媽也有情緒病 媽媽的情況其實就是有抑鬱的症狀 變成需要吃一些鎮靜劑 變成如果她晚上沒有吃鎮靜劑 我看到她就說 她整晚就是走來走去睡不著 她每次吃藥的時間, 她都說 她說我們不可以吃那麼多藥 她很怕, 很抗拒 在新聞上也看到 有些精神科的朋友減了藥 做了一些可能對社會有可大影響的事 我覺得其實是挺擔心 我媽媽也要吃乳癌藥 沒有吃乳癌藥的時間 又令到我媽媽有一個狀況 就是突然覺得頭暈 而且腳的根都腫了出來 最終就是要去看醫生 醫生跟她看完之後 就說你是否沒有血壓藥 她說你會很好吃 她說如果你再不吃, 你會把她罐 她曾經多次因為吃藥問題 跟媽媽發生衝突 我覺得她的反應真的很強 有一點好像被人洗腦的感覺 其實早在20年前 不吃藥的規條已經令醫生很頭痛 通常這些不是家庭醫生、私家醫生 是醫院裡面的醫護人員發覺 原來有些人是進去傳教的 多數是不肯吃藥的 為什麼不肯吃藥呢 就算是被監處吃,立刻吃 在嘴巴 作狀好像吃了 那個派藥員或者那個護士一轉 都找出來的 不單是她不吃藥 有時她應該是隔離床位 那些人 其實是不需要吃藥的 她找你, 她來證明 所以這個對我們的醫療系統 都是一種困擾 車禍當時引起廣泛的報道 這個會的發言人曾經否認症靈致病 不需要吃藥的說法 不同媒體也翻出這個會的醜聞 包括日本會長逃稅16億日元 被質疑私吞信眾50億日元 有日本信徒向法庭入稟 指控要求借錢捐款 最終判決違法 也有香港的家屬大罵這個會 會要外母每個月捐款近一萬元 之後不時在討論區有網民分享 很多名堂要捐錢 年年要換神光, 至少幾千元 有網民說 我知道她的高層都會生病做手術 我姐姐生病, 她說是淨化 根據當時的報道 會的發言人強調 他們是註冊的非謀利慈善機構 我們嘗試搜尋, 完全沒有結果 這個會在香港是遍佈港九新界 總共有十個分會那麼多 而其中在沙庭的分會 就是在這棟住宅大廈裡的二樓單位 位於西貢的總壇 平日不見有人出入 陳先生說通常每個月 第一個星期日會有聚會 信眾會由分會坐旅遊巴直達 聚會當日, 門口保安明顯變得深嚴 當日大約有四至五個旅遊巴進去 陳先生說聚會過程神秘 親屬都不可以參加 從來不公開 直至疫情改為網上聚會 她才有機會目睹過程 另外一件事叫自然龍法 你吃了我們的自然龍法的食物 你的身體或靈魂就得到決定 又不會有病毒入侵 它不是送給你們的教友 它是要賣, 你是需要去買的 但賣的價錢 比市面上同樣東西貴幾倍 譬如說可能是豬肉 如果你在街市買的話 可能是四十元到一斤 但如果你要用愛自然龍法的豬肉 大概是百二至百四元一斤左右 我自己覺得也是 另一種廉財的手法 這個會近年似乎越來越低調 陳先生說疫情之後影響更大 由於他們的送中大部分都是長者 他們的教義也說不吃藥、不打針 在疫情期間 我想大部分都沒有接受 餘防針或藥物的治療 最終沒有再出現過 我們聯絡這個會了解 你好, 我們是東張西望打理 我們想了解一下 你們是否可以幫人證明治療病 不好意思, 我不是負責人 對不起 想問一下有否負責人在這裡 那你等等 等了一會, 同一位女士再接聽 我們的負責人剛剛不在 所以第二次再打理吧 或者我們有甚麼電話可以打給她 沒有了, 我們的負責人都不在 所以我們甚麼都不能回答你了 對不起, 再見 那想問一下 會否可以告訴我們 你們的會是否鼓勵人有病 不用吃藥、不用體驗 你因為不是我的負責 所以我不可以回答你, 對不起 再見 會否有其他電話我們可以聯絡到 這次陳先生瞞著媽媽接受訪問 甚至拿出法寶, 他說是極之冒險 因為如果他知道 我也不知道後果會是怎樣 但為何我要沒有這個險 拿出一些東西 以及將這件事告訴你 就是我希望 如果現在真的還在信任的人 就真的可以停下來想一想 究竟你們相信的東西是甚麼 我希望會有更多的人 可以真的醒過來